其实美国本身本来 他是不需要靠中国提供资讯 跟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讯 因为美国本来机关局 就有人是派驻在北京的 他是派驻在中国的机关局 因为他们是合作的关系 但是因为川普总统他是比较 就是商人的性格认为说 有些部门不必要的 我们就把它裁一裁好这样子 所以去年的时候 那个中国就是美国机关局 派在中国的那个专家的职位 他就是要被裁册 在9月的时候被裁册 那个专家叫做Linda Quick Linda Quick 他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离职了 已经就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了 所以我们知道之后 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情才爆发 那是不是说美国因为自己 把原本你在当地有人 可以帮你收集资讯 甚至了解这个 第一手的这样子的病情的状况 但是因为你把自己的人撤回来了 导致说你可能没有办法 在第一手去得到资讯 所以变成你要依赖中国提供给你 依赖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给你 所以现在美国媒体 只有提出这样的质疑 好的那当然川普总统他 我看到他的很多次记者会 都觉得这是媒体在扩大报道 那你自己的感受是如何呢 对于武汉肺炎这件事情 这个究竟你生活周遭的 你的工作上的同事 比方美国之音的办公大楼 你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朋友们 或是你的家人 亲友吗 大家会害怕吗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防治吗 在台湾我们是上下一心 戴口罩 然后这个量额温耳温 然后勤洗手 每天都有宣传 那在美国方面 现在的状况有比较警戒一点吗 我看到现在是有 其实我们在1月2月的时候 看到美国人还是不习惯戴口罩 但是现在在进入3月之后 疫情严重 而且媒体每天都一直在播报的时候 我在路上现在也会看到美国人 也会戴口罩上街了 对 然后我们现在看画面上 也可以看到 其实我在DC 这个华府的市中心一个闹区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 居然是全空的 这个路上是没有车也没有人 然后我在现在白宫的时候 他现在也是限制进入白宫的人数 之前本来是说限制 一次只能有25个记者在里面 然后大家在简报室里面要隔开做 结果现在后来 先是白宫的副总统办公室 有查出一名的工作人员确诊 然后是保护白宫安全 跟总统安全的白宫特勤局 特勤人员也确诊 今天23号的时候 白宫记者协会又发出通知 给全部的白宫记者说 我们有一名同事 他有疑似的症状 那叫大家要小心 然后现在呢 我们已经不是只有隔一个位置做了 是要隔一排一排的做 然后进去白宫的人变得更少 而且在大门口呢 每个人都要额温腔 有量额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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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